嗨大家好我是Leslie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英國的倫敦 今天正好是星期天 所以跟大家繼續來聊聊往往相關的一些話題 雖然今天是星期天啊 我現在正好去辦公室的路上 因為我覺得我待在我住的公寓裡面 我實在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也不想把事情浪費在 打遊戲或者是發呆 看電影這些事情上面 所以我決定還是去辦公室去學習一下 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非常愛學習的一個人 從畢業到現在 我感覺我一直都是在堅持不斷的去學習 一些新的技術 或者說一些新的知識 一些技能 那我覺得在六年裡面的話 我收穫了很多 比如說去一些比較好的公司工作的一些機會 包括來國外工作 我覺得這些很大程度上 都是我這個終身學習的習慣帶給我的一些東西 對於很多剛步入職場的新人來講的話 我非常非常建議的就是 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在個人的自我學習和提升上面 我在前面的視頻裡面也反覆強調過這個東西啊 我希望大家能夠踏踏實實的去做 有些人說沒有時間 說工作很忙 早上早一點起來 晚上睡覺 稍微睡晚一點 年輕人應該也沒什麼事情啊 週末的話可以擠時間出來 那你每一週至少能夠擠出來十幾個小時 你花個幾週的時間 花幾十個小時已經可以突破很多東西 比如說你的Excel 你可以提升很多 你的PPT可以提升很多 你的寫郵件的水平可能可以提升很多 所以說 時間都是擠出來的啊 我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私信或者一些問題 他們就問我 我現在我不是學國際貿易專業的 或者說我不是學英語專業的 我的英語很差 我不知道怎麼去收客戶 我的郵件寫出來 老外看不懂 或者說我看不懂老外的郵件 我聽不懂國外客戶打電話過來 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諸如此類的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這種問題的話 真的沒有別人能夠幫助你 能夠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的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花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精力去集中時間 突破自己在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短板 那樣子的話 你才能夠 那樣子的話 你才能夠有提升啊 而不是說去網上問別人 別人給你一些建議 然後聽一聽就算了 那你是永遠不可能突破這些問題的 所以當每當我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說 現在的網上的資源 網上的資料這麼多 這些信息那麼多 如果只要不是那些高精尖的科技的東西 或者說 需要很長很長時間 非常非常專業的東西 比如說法律 或者是醫學等等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很容易學會的 所以大家不要有為難的一種心理 因為如果你怕他的話 你不去學他的話 你是永遠都學不會的 那我記得我 剛畢業的時候 我們那個公司招了一批 應急大學生 大概有二十多個人 然後呢 到每到週末的時候 那我的那些同事就 他們會去附近的一些景點去玩 或者說去一些消費帽裡面去購物 那我大多數的時候 都是我在宿舍裡面 學英語 或者是學一些電腦方面的東西 當然並不是說 我比他們優秀 或者說我現在就很牛逼 我想說的是 我覺得學習可以給你帶來很多東西 希望大家能夠 堅持不斷的去學習